快脱衣服,快涂吧。 我怕,我怕,我怕,我怕呀。 快点,上去吧。 这是西晋历史上最荒唐的一幕, 近五弟司马炎担心傻儿子司马中不懂事, 居然让自己的妃子谢酒前去传授心得,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生了一个十分聪明的孩子, 和痴呆的父亲司马中形成了鲜明对比, 取名司马玉, 就是这个好生孙的出现改变了西晋历史, 八王之乱和他息息相关, 司马炎对于这个所谓孙子十分喜欢, 必只把他带在身边, 五岁的司马玉就有着异于常人的一面, 这天皇宫中突然发生大火, 此时司马炎带着皇后杨子和司马玉正在散步, 好在扑就及时, 火灾很快就熄灭, 可司马玉却在此时拉住爷爷司马炎的衣袖小声凑到耳旁说道, 今晚杂乱要小心, 别让火光照到皇上, 知道了吗? 司马炎听后十分惊讶, 他没想到这样的话语出自一个五岁的孩童, 意思就是大火可能是刺客方的, 如果火光照到皇帝可能会成为被刑刺的目标, 五岁就有着这样的见识, 和爷爷司马一小时候一样聪明, 长大的应该是神童, 拥有这样的好生孙, 就算儿子司马中痴呆他也放心了, 就是这一个小小的举动帮助他的父亲司马中保住了太子的位置, 在此之前司马炎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很多人暗地里主张废了痴呆太子司马中, 另立司马炎的弟弟齐王司马又为皇太帝, 意味着司马炎这一脉无缘皇位, 这一切源于不久前的一场旱灾导致颗粒无收, 很多老百姓没有饭吃, 司马中居然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 他们也真傻, 要是不吃饭, 那可以吃肉吗? 这就是何不识肉迷这一点故的游览, 愚蠢未惯等老臣担心司马中如此智商很难执政, 既然齐王司马又是弟弟不能立, 那其他儿子应该能立了吧, 便把目标放在了司马中统母帝司马俭身上, 司马俭作为嫡次子文韬武略也是有目共睹, 任凯于是趁着宴会向司马延提出这一要求, 司马延听后怒不可乐, 他答应过皇后杨延要保住太子司马中的位置, 直接将酒杯重重砸在桌子上, 表示今天是一场庆功宴, 本应该君臣同乐, 他不想讨论任何关于立处换处的事情, 众大臣见词也不敢再提立处换处一事, 曾经一记害死忠惠将为邓爱的魏冠却想到一个法子, 就是假装将自己灌醉, 然后颤颤巍巍来到司马延的跟前, 用手摸着司马延的座位说了一句话, 此位可惜啊, 此位可惜啊, 司马延一听就知道魏冠这是假装喝醉, 然后暗讽他传位给司马中太可惜, 于是将计就计也学起魏冠装傻充了, 魏冠一听就知道皇帝司马延这是识破他的计谋, 并且拒绝了他的建言, 一计不成又是一计, 表示他有几个问题疑惑未解, 想当面请教太子, 魏冠说完头一歪假装喝醉不省人事, 司马延自然知道魏冠的想法, 表面上是指教实际上是想证明太子无能, 如此多的大臣都对太子有意见, 也让司马延意识到应该对儿子的能力考察一番, 如果真的很差就按照大臣的意见重新更换太子, 如果聪明也能堵住这些大臣的嘴, 于是在第二天召来魏冠以及司马忧等人一起前往东宫, 把魏冠准备好的测试题交给小太监拿去给司马中作答, 等答完之后再递交审计, 贾南风在看完这些题目之后都觉得很难, 按照太子司马中的水平压根答不出来, 就在贾南风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东盟给他推荐美男子又是才子的潘安, 让他充当枪手作答然后再让太子疼写, 小太监很快就将潘安作答的内容拿来, 正当贾南风要让司马中疼写的时候却被小太监张宏阻止, 表示潘安所写的内容都是些知乎者也硕士论文级别内容, 这不是太子小学生能达出的水平, 直接疼写会露线, 贾南风听后不由称赞张宏心思缜密, 于是由张宏翻译之后再由太子司马中疼写, 很快就将写好的内容呈送给司马炎, 司马炎看着水平欠佳但调理清晰的文章, 最起码也有高中生水平, 对此甚是满意, 把他递交给有意见的魏冠, 魏冠看后一脸不可置信, 而作为太子老师的司马忧看后更是满脸狐疑, 太子什么水平他最清楚不过, 这篇文章绝对不是他写的, 但也不敢明说, 司马炎就此凭借这一篇文章堵住了大臣的质疑声, 贾南风的功劳最大, 之所以不当面考察而是让太子私下答题, 本质上就是司马炎也知道儿子痴呆, 当时太子妃贾南风的父亲贾冲也在现场, 目睹了魏冠对于司马忧的质疑, 于是将魏冠想非太子的事情告知贾南风, 贾南风得知此事对于魏冠恨之辱, 魏冠,老二, 也为魏冠在八王之乱中被灭族埋下伏笔, 司马忧回去之后越想越不对劲, 一猜就知道这是请了枪手带打, 于是来找司马炎论证, 司马炎正因为好圣孙事情激动不已, 便和司马忧分享这一喜讯, 没想到司马忧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皇孙尚佑, 倘若皇位传至皇孙而乱, 辱之奈何呀, 意思已经很明显, 皇太子痴呆, 能否传到聪明的皇太孙是个问题, 司马炎一听就不高兴了, 他分封那么多有识权的诸侯, 不就是学习汉朝在关键时刻可以擒王吗? 太子虽于诸王辅索, 天价怎会大乱, 为了太子, 皇位怎能传到皇孙? 看来司马炎还是很明白儿子痴呆的, 司马忧见此情形只好闭口不言, 司马忧都不能劝说, 其他大臣更不敢了, 司马忧的太子之位自此稳固, 都说明朝朱镖是历史上地位最稳的太子, 实际上司马忧才是, 痴呆的情况下能当二十多年太子, 时刻面临备废威胁却没备废成功的只有他, 司马炎无疑是八王之乱的罪魁祸首了吧, 这是一场因偷情而流传千古的四大烂漫典故之一, 甚至间接引发西晋灭亡, 都说仇女贾南风是西晋历史上玩得最花的女人, 其实她的妹妹贾舞比她还会玩, 她和韩寿偷香的故事至今津津乐道, 那为什么韩寿偷香会和西晋灭亡有关呢? 男主人公韩寿本是韩信的后人, 别人出名靠的是文采或者标柄史册的战功, 而他却是靠颜值吃饭, 史书记载韩寿长的容貌俊美举止温文尔雅, 更重要的是文采也是一流, 由此得到西晋最有权势的陈子贾冲的信任, 想把她培养成心腹, 经常将她召来家中畅谈, 只此一言, 少女怀春的贾舞就被韩寿潇洒俊朗的外表迷得神魂颠倒, 脑海里都是韩寿的模样以至于废寝旺时, 贾舞异常的举止也被丫鬟看在眼里, 知道小姐这是喜欢上了韩寿患上的相思病, 恰好自己之前就在韩寿府上当过丫鬟, 便把韩寿是名门之后未满二十至今未婚的履历拓出, 并表示她愿意充当红娘给两人牵线搭桥, 可贾舞由于容貌一般担心会被大帅哥韩寿嫌弃, 丫鬟让她放宽心, 丫鬟当天晚上就来到韩寿的府上, 曾经的主仆相见自然很容易进入话题, 丫鬟一上来就昧着良心把贾舞吹捧成天仙下凡, 如何倾国倾城绝世容颜, 还有一点就是对韩寿一见倾心, 更重要的是贾舞的门底, 他的大姐夫是当今的七王司马忧, 另一姐夫司马忠又是当今太子未来的皇帝, 父亲贾冲更是当今全清朝野的宰相, 这一高知是多少人一辈子也求不到, 这对于韩寿而言无疑是李月龙门攀龙赴凤的最好机会, 要是错过了保准后悔一辈子, 就算是母夜叉他也要去会议会, 约会地点则是在贾府, 韩寿夜半三更来到贾府东北角击掌三升为信号, 丫鬟则是在院内接应, 韩寿除了文采好轻功也是一流, 轻轻一跃就跳墙进入贾府, 然后跟随丫鬟来到贾舞的规访, 他本以为贾舞会和他姐姐贾南风一样丑, 虽然没丫鬟吹嘘一样美但也能接受, 未尽时期果然开放, 两人初次见面并没什么别扭, 也不用装什么清纯, 立马就轻车熟路近距离接触, 贾舞身上的香味更是让韩寿销魂当破, 关灯之后就开始畅谈几个异项目, 自此以后两人约定每天晚上夜半三灯相见, 富家大小节和小鲜肉的私下约会就此开始, 贾舞也把身上的香囊送给韩寿当定情信物, 未尽时期的男人向来应有, 除了西武时散外他们还会在身上使用香料来衬托, 韩寿回去之后便使用了贾舞送他的香料, 韩寿本来就高大帅气文采一流如今就连香味也与众不同, 引得同僚们羡慕不已, 老天不公, 生的德真兄这般容貌也就罢了, 偏要叫他遍体生香, 风流全被他一个人占完了, 韩寿身上异于常人的香味也引起了上司贾冲的注意, 贾冲凑近一文顿感大势不妙, 急匆匆回到家中一查才发现家中的香料丢失, 瞬间让贾冲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这是一种西域波斯特产的香料, 和中原所用的香料在香味上很容易分辨, 这种香料不仅香味醇厚而且味道经久不散, 是西域的供品, 当时皇帝只是赏赐给贾冲以及另一臣子陈谦, 韩寿和他没什么交集, 贾冲一想就知道韩寿可能和女儿贾舞油然, 为了查清楚, 于是吩咐家丁在小姐的闺房门口守住待徒, 果然到了夜半三更一男子翻墙而入, 家丁立马把这一事情告知贾冲, 谁知动静太大反而给了韩寿逃跑的机会, 贾冲无奈之下只能把丫鬟吊起来严刑拷打逼问, 谁知丫鬟嘴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透露, 贾舞又和丫鬟情同姐妹不忍看他受罪, 只好向父母坦白, 这让贾冲和郭怀怒不可恶, 他们的女儿基本上都是嫁给王侯将相, 如今居然被这么一个小白脸抢占先机, 贾舞更是表示非韩寿不嫁, 事已至此贾冲为了不让家丑泄露出去, 只好同意这一门婚事, 这是白白便宜的小畜生了, 毕竟韩寿也是自己得意门生, 有自己的皮鞋日后也不会混得多差, 这就是典故韩寿偷乡的由来, 韩寿凭借自己英俊帅气的外貌得到富家小姐的青睐由此改变人生轨迹, 韩寿偷乡和张场化媒, 沈约受邀, 向儒妾欲并称为四大浪漫典故, 偷乡一词也成为了男女私下优惠的暗影, 韩寿和贾舞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韩蜜, 由于贾冲断子绝孙, 后来韩蜜被过继给贾冲改名贾蜜当孙子继承香虎, 西晋文学史上的贾蜜二十四友就是他组织的, 贾蜜也成为贾南风专权时期的重要人物, 此外由于贾南风生不出南海, 贾舞和韩寿生的另一个儿子则是被贾南风离貌换太子成了司马中的儿子, 取名司马魏祖, 贾南风就是为了让这个贾儿子成为太子才废除了太子司马, 由此引发第二阶段的八王之乱。